各位好 今天12月22号 我是五月三日 吃了吗 您的 这是快到圣诞节了 给大家办一个早年 是这样 这个惊看今天下雨 我还得出门 所以跟大家随便下聊几句 那不光我忙 这个包括这梅杰耶夫同志也忙 俄罗斯前总统 然后来这边窜访了中国 突如突如其来的一个访问 主要的还是建议一下咱圣上 因为这两天 俄罗斯这边的两大领导人 一个是普京普大爷 另外一个是梅杰耶夫同志 然后两边在跑 一边搬了白俄罗斯了 一边搬了中国了 白俄罗斯 大家知道普京铁杆 然后中国一般来说 怎么说 算小弟 虽然圣上一直指导全世界的工作 但是他心里还是崇拜着普京普大弟的 对吧 这回来这边 估计也是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要钱 另外一个呢 希望中国出来斡旋 这往下的这个俄乌冲突 也就是俄罗斯这个侵略的这场战争 为什么呢 因为打不下去了 其实特简单一件事 在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不看好泽连斯基 对吧 他说他扛不了多久 乌克兰嘛 本身也没有多大强大的武力 没想到扛住了 在北约和美国的这个支援下呢 大概而言 几乎是把俄罗斯给打得挺稀啦花啦的 到今天为止 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基本上就等于没有达成 不但没有达成 还被人给反推了 现在已经有些时候在袭击俄国境内的目标 这个其实是北约都不是很想干的事 但是乌克兰就这么干了 也就这么着了 反正你挥舞核大旺 这边你也不敢真往下抡 如果你敢抡俄罗斯就没了 这大概也就是这么一结果 那俄罗斯现在最想干的一件事 就是体面的能够体面的结束这场战争 那就别提什么新侵占的这四个州 当然现在已经也大概得两个多都给收回来了 能够保住克里米亚就已经不错了 是想体面的结束这场战争 那结束一场战争 它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 是不可能在谈判桌上拿到的 所以你现在需要做什么 那你就要去 有人你得有人有钱 钱这事了甭提了 美国人大概付了给俄罗斯 不给乌克兰支援了 大概现在到现在都有400多亿美金 俄罗斯一年军费才600多亿美金 所以您自己想想看这东西这怎么打 对不对 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是这个人 人是真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在前这十这十个月左右的军事行动当中 几乎损失了俄罗斯 大部分的应该说训练有素的士兵 打不了仗了 剩下的这些人 你为什么这动员 很多消息指出 那大概只有几 只训练了几天 或者是一周两周就把人塞一把枪就给送上战场了 这能打得了仗吗 哪怕你原来当过兵 对不对 你现在的战争和原来战争也不一样 那就是哪怕是你说你退伍没多长时间 你的体能 你的这种生活习惯 已经跟军队里完全不一样了 直接适应性训练 你像我们打拳 我们适应性训练 你也得训几天 是吧 至少你得我想想 我如果中间有大概有半年左右没有政治训练的话 我包括适应性的训练 我估计我自己都得是 因为当然岁数大了 可能得有个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重新适应节奏 那你想一当兵 那怎么可能说比这个更少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事就比较麻烦了 对吧 所以到白俄罗斯干嘛 要人去了 如果能够说动了白俄罗斯跟他共同行动的话 压力就会减轻 打一下乌克兰 能够让他在战场上受到一定损失 这么着的话 才能够说在谈判桌上坐下来 能拿到自己想要的 或者是说至少不算特别丢面子的结果 这至少克里米亚能够保住 他这大概是打了这么一个主意 到中国 那就是说要钱 肯定是要钱 要援助 或者是说要一个更好的一个贸易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希望中国能够提供这种斡旋的余地 你这边你如果万一是要来人 这边再给点钱 你在这边斡旋一下 那可能这个东西在三到六个月之后 就三到六个月之间就可以把这场战争就给停下来了 停下来之后 大不了把我今年侵占的这个土地全给吐出去 对吧 这就完了 这往下的 你克里米亚你让我留着 咱往下不打了 因为实在是扛不住了 这东西真的没法扛 你甭管是从金 甭管是从金钱上 还是从人力上 还是从战斗意志上 俄罗斯跟乌克兰不是一个量级的 那国土面积以及国力看上去 那俄罗斯跟乌克兰不是一个量级 对吧 俄罗斯要比乌克兰要大得多 但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层面上 乌克兰都跟俄罗斯也不是一个量级 而且即使在资源和资金上 也不太可能说俄罗斯现在抛开乌克兰那么大了 因为北约美国这些国家都一直在支援 对吧 那几乎是无限度的支援了 这种资金 这种武器 对吧 他只是没有说直接把最先进的武器交给你 当然你给了他也不会是 这培训挺长时间的 爱国车导弹 你要想培训会了这些东西 每两月不行 我看了一资料是至少到至少是两个到三个月 才能够整个会使这条系统 所以说这个东西往下打 俄罗斯是绝对是歇的 这个毫无疑问的事 所以现在就等于找白罗斯要人 让你这边给打一配合 到中国要钱 要斡旋的这种承诺 大概是这样 至于说成还是不成 这个往下看咱们走吧 我估计着中国应该说为了你想咱圣上高瞻远瞩是吧 那肯定很有可能借此机会再在国际上那歇了虎子八门帘露一小手 那可能还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这个有这种可能性 得这是这件事跟大家下聊一下 第二件事也是有关在圣上 这段时间圣上密集出手 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事 首先第一次出手是说我一直是力挺国企的 这个大家都听着了是吧 这个我也做了一期节目了 那第二次出手说没有任何组织与个人能够凌驾于宪法之上 这我也做一期节目了是吧 大家都知道了 那第三次出手了 这两天出手了 干嘛呢 说了 说我要亲自抓经纪 那就经纪工作会议上这个就就已经把这话放出来了 然后 然后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有一个遥远的回想就想在了今天 那个是在大概在三年前 圣上说了 说他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了这个抗疫这件这个工作 您听着没 三年之后三年之后传来一个回想说圣上他要亲自抓经纪 您知道这种回想起来就真是黄中大旅啊 震聋发聩啊 然后那个感觉到你你没法不振奋 你没法不觉得震惊是吧 他又要亲自干了 你是你你作为一个用农业经济学的论文拿到一个法学博士学位的通才是吧 你又要亲自干了 这是多可怕的事情 不这是这是一个多多让人振奋的事情 对吧 那您看我们隶属一下咱圣上干的这些事情 对吧 我们先说一带一路对不对 有没有吧 一带一路呢 那这段时间也没什么大毛病 你看跟沙特关系弄来挺好 也就是得罪伊朗嘛 不是什么大事 对吧 那但是呢 也有几个国家呢 就在中国的这个不断的援助下呢 也就小小的破产什么呢 比如斯基兰卡呀 诸如此类这种 这种罪而小国 没不重要 不重要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呢 雄安新区 这我一直举例子 雄安新区呢 大致而言应该也是烂尾了 对吧 那个那北京证交所 这这就甭说了 这肯定是没戏了 雷声大雨点小 不能说它没了 但是呢 确实也没起多大作用 再然后亚投行 这亚投行啊 就除了免了一堆单以外呢 给了一堆钱 让国内的一些家庭 洗了很多钱之外 也没有太多作用 对吧 没有太多作用 但是还是有点好处的 有点好处的啊 那比如说再举一例子啊 这个我们说这芯片工程 十万亿的扔下去 大概而言就把这十万亿 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砸芯片没砸出来 把所有关于这个做芯片的人 全给砸监狱去了 你这成果辉煌啊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 对吧 哎 这个是 这是一个 那这两天呢 我前段时间又说 又听说了 又要往里再扔一万亿 我就特别 那就是咱这不是说那钱 咱这是子弹 您知道吗 这个这些钱装上去 然后直接啪啪啪 您看这个 您看那天上飞那些 呃 那些鸟 呸呸呸地往下落 那这一万亿 到底能要打下多少来呢 这确实也不太好说 对吧 那您想 十万亿都没砸出个芯片来 您再花一万亿 那能 那能除了砸出一只贪官来 能砸出芯片来吗 不可能的事啊 是不是 这是一个 那其他的比如说 呃 还有像中国制造 那中国制造2025 各位还对对这有印象吗 结果呢 跟跟美国又敲下来了 那 呃 怎么说呢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吧 然后呢 但是呢 只要是这个 2025这口号还在 那美国人呢 就瞧你就更不顺眼 然后转手 这口号再也不提了 而且是怎么着 我跟您说 是我得到内部这消息 就是二 中国制造2025 自打跟美国一开这贸易战之后 没多久 您知道吧 这个话题就直接被禁了 就是在我们的所有媒体上 正规媒体上 是不允许再提了 这是发了文的 这就这 这就是 那这个这个事也歇了 对吧 然后呢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好的地方 就是说 呃 做的成就斐然的地方 比如说 嗯 这算小地儿啊 就是说中国足球 对吧 中国足球 你看连 我记得那谁说的 连越南都敢输了 哎 这个还是挺牛逼的 这一般原来 还没把这些国家当回事 结果呢 现在呢 就 就没话说了 圣上喜欢足球 你说喜欢这么多年了吧 这 真是挂的样 王不愿 愿愿抽手 这这没办法 啊 黄手狼下号子 一窝不如一窝 那有没有成就的呢 有 就特成就特别好的 有没有 真的是有 比如说吧 这个呃 小事的咱说一个啊 厕所革命 厕所革命确实不错 那个建了好多厕所 虽然废弃的多吧 但是呢 那起码说 大家那个排泄的时候 心情愉快了很多 这个事还是有 还是有所成就的 对不对 那那个呃 扶贫攻坚 这个呢 我们是快步的按照呃 按照咱咱 咱圣上的那个时间表 呃 那个到了那个 直接就把这个扶贫工作就完成了 对吧 至于说呢 李克 李克强中堂 他说还有六亿人口在月收入在一千以下 这个不重要 哎 这个完全不重要 那一切 哪怕是你就收入一千块钱 对不对 也超过了联合国所所规定的 那个一每个每人1.9美金的那个生活费 这标准 我又不知道啊 现在是1.9还是2.2啊 差不多吧 就差不多 那也超过那个了 对吧 所以呢 中国扶贫工 扶贫这个攻坚工作呢 取得了伟大成就 这是一个 那还有也有也有成就的 比如说二次收回香港 这个就是一个是一特牛逼的事 甭管你怎么样 从你从政治上 是把香港二次回收了 哎 原来呢 五十年什么的这个 就变成历史文件了 不值得重视 对吧 台湾 台湾也是 台湾圣上的成就呢 是把这回台湾的和平统一希望呢 完全打消了 这个完全打消了 至于说以后打仗 不敢说 但是呢 和平统一肯定是没戏了 对吧 这个也是一大成就 所以呢 在圣上的这执政这十年当中呢 就是但凡是他老人家亲自关怀 亲自动手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只要是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 怎么说呢 就是 哎呀 事情是两面说吧 对吧 就像我说的 这个 这个 香港还是二次回收了吧 对吧 二次回收了 就是往正方 往正向走呢 虽然不行 但是咱往反向一思考呢 呃 编证法吧 总还是有点 有点好处在其中呢 所以呢 当圣上一说 他这个要亲自抓经济的时候 那您说像我们这样的海外孤中 能不热泪盈眶吗 对吧 那像他如果真正自己 亲自抓这个经济啊 呃 最大的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 嗯 王八权抡的呢 是更无章法 大概应该是这样 就是叫什么 迷宗权 哎 就变成迷 进化成迷宗权了 这迷宗权呢 就是让别人呢 弄不明白他干什么 他自己也不一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对吧 这个东西怕的是什么呀 就怕呀 不怕你不懂 您理解这事啊 您不怕你不懂 为什么呢 你不懂的时候啊 你多少是知道自己不懂的 然后呢 你会去问别人 但凡是有一位那个 比如说帝师啊 国师之类的 脑子还没全全傻逼掉 然后给圣上说点正经的 能说服他呢 可能能还干点正事 那你说你真懂 OK 这没问题 对吧 那你自己你真的懂经济 你像李克强多少那是真正懂经济的 刘鹤那也是正儿八经读过书的人 是吧 那他们真干这经济 真懂 再加上其他一些这个各路国师啊 各路这个经济学家呀 提个醒啊 这个多少呢 不会出大毛病 但是呢 就怕这圣上这样呢 他是 你说他真懂吧 他肯定还差着一太平洋 你说他完全不懂吧 大概他有一台湾海峡的量 那您说这事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他的所有的知识都足够让他建立起一个非常强的自信 就是说这个事我能行 就是大概是扶我起来 我还可以 大概是这么一个路数的玩意儿 那这这么一个路数的自信 那他不会听别人的 他只能按照自己心目当中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 然后去一往无前 四季登开 翻铁两长往前走 就像是说 比如说他非常不喜欢房地产 这个我一直是知道的 从他原来的那些那个履历上来说 他一直对这个房地产的印象就不好 对啊 不知道是为什么 也可能当时他在当地方官的时候 对这个地产商啊 可能对他有一定的伤害 这个我不知道 很多人知道不知道这事 就是他原来在那个 包括在他浙江主政的时候 包括在他那个在福州 也是有这个也是有这个问题 那他对地产一直就就就有偏见 那偏当然了 中国的地产也就是也就是瞎七八扯的事 这个这本身我原来说 我那就是那个我党拿着那个吸血 就是我党的吸血管 它它是一个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吸血的水泵 从民间抽水的 但是呢 实际上来讲 圣上要不喜欢的 那不喜欢的 这回趴机 把这个房地产给打下去了 就是防住不吵嘛 这些东西 那这些玩意儿 只要是他不喜欢的 或者怎么样的 他要按这个路逐接着走 那就歇了 那就肯定是歇了 对吧 而且是这样的 就是说呢 但如果说一个人真不懂 他虚心求教的话呢 身边围着的一帮人呢 多少呢 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正的人 在这边去再做事情 一旦说这个人呢 说他懂一点 他但是又不全懂 那周围更多的人干嘛呢 那就糊弄他最多了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你完全不懂的时候 周围未必全都是那些坏人 但是你稍微懂一点 不真懂的时候 周围全肯定全是一帮坏人 你知道吧 就是他就招这个 那他就跟那个什么事 就是能吸仓 那个 那个 苍蝇什么的 就是就反正不管 这个这个不重要啊 就是说 他他就吸引都是这帮人 他就不太可能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建议 因为 至少我真跟你说这建议 我没有办法说服你 对吧 那你自己有自己一套的玩意儿 你自己 你自己可以把这个东西 你觉得我全全都通的 然后我不顺着你说 那我这位置就不保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就怕他这样 我不老说吗 圣上是最短那块板 木桶最短那块板 插哪 插哪就注定了这个东西 这个桶能装多少水 只有他是衡量的标准 圣上是万事万物 中国大陆万事万物衡量的标准 只要是他插的哪个领域上 全都是这个结果 到今天 他终于要亲自动手 插到经济这块板上 当然他原来也动这手 可是毕竟没有说得这么明 那你可以想见 往下这几年 中国经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这个下场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蛮值得期待的 我说了 我不是一个崩溃的患者 但是你说 他直接往下走 这经济 我真心讲 虽然是未必乐见其成 但是还是得让大家明白一事 就是说在咱圣上的领导指挥之下 你很有可能就从吃肉改成吃肉皮洞了 那这可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路数 所以圣上这三板斧都已经使出来了 往下是不是还能有一个 再有一个什么出台的一个什么 圣上又要干什么 我也不好说 对吧 圣上的圣心难测 他万一哪天高了性了 他直接自己担任体育总经局长 我都不敬仰 对吧 当年像明朝 有一位还有一位皇帝 把自己封大将军 这谁能保得住我 对不对 这就挺好 我觉得现在真是一个盛世即将来临的一种表现 所谓的是国之将兴必有祥锐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至于您这两句话 您把哪句话用到咱圣上身上 那就随便您了 好 谢谢诸位 跟大家瞎说几句 谢谢